主人 不好了 小圆子生病了 你快去看看吧 小圆子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 哎呀 肚子好疼啊 这还叫没事啊 我看你就是嘴用 我应该是吃错东西了 主人 会不会是猫粮出问题了 不可能 今天你们吃的猫粮是我新买的 我倒出来给你们看看 嗯 真好吃 等等 怎么跟我今天吃的味道不一样 难道说 主人今天喂我们猫粮的时候 有人偷偷换走了你的猫粮 快带我去你吃剩的猫粮那里看看 果然 你的猫粮被人掉包了 你今天吃的根本不是主人新买的猫粮 但是 谁会这么说呢 根据我的推理 凶手一定是他 这个猫粮真好吃啊 幸亏我聪明 又从小区垃圾箱里捡的过期猫粮 换掉了小圆子的猫粮 你看 我就说吧 这个家里有动机换猫粮的 就是这只坏老鼠 你就是因为之前跟小圆子打架打输了 所以才故意报复 看我今天不拔了你的老鼠皮 我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